这边 你去 我们不要进去 你先陪我上 阿淑妮 妈妈很着急 不让拍 拍你干吗 你要去哪里 我都没有上到厕所 你不给我上厕所 你答应我 要陪我上厕所的呀 不想去就不想去 听不见就听不见 你干吗呀 不想进去 不要这样 好了 不哭了 我们坐完那里 坐完休息一会儿 坐完那里 我抱着你妈妈会累的 不哭了 我们自己看一下就好 好的 我们看一下可以 我们就看到玩什么 你要跟我们玩吗 小白要老小 你跟我玩出来好不好 好 来 跟我们出来玩一下好不好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可以滑吗 我也想跟你玩 哎 我要玩 可以 我要玩 可以 怎么玩 就是这么爬这样 就这样爬呀 妈呀 我怎么不会呢 我看哪里有猫猫猫 我要玩抓人 真的哦 让他显然是一个体能型的孩子 让他动就可以 其实说真的 因为刚刚看到那个Anthony 本来好像不愿意 然后又愿意了 对不对 所以他的情绪开关 到底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就是到陌生环境 就现在六岁这个情况 我不知道是不是叛逆期 他以前不会 就到哪里都还可以 很快速地融入 然后现在 我觉得他有一点 不愿意进去 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我们自己都会怕 都会其实有一点担心 人家喜不喜欢我 这个环境到底是干嘛的 那只是我们武装自己 尤其孩子比较大一点 五六岁之后啊 他会觉得说 我是大孩子了 我会希望能够在很多地方 我有掌控感 所以如果妈妈出门之前 跟他先讲好 甚至于描述一下 待会会发生的事情 他心里有准备 很多的时候 孩子是缺乏一点心理准备 如果他做好准备 他就比较容易适应 我会想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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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